奇门八阵加强后的群工怎么玩 实战告诉你 狭知小者唯有唯离 既人昆厄 道友道 大家好 我是一个狭盗 那新剧本 奇门八阵是有一个负一角的宝物的 可以增强群工 是目前所有宝物里最直观 效果最直接的了 但是同样也改变了群工的搭配思路 那么半速的群工究竟要怎么组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视频 来兄弟们看一下这个 单无三路啊 这个玩家找狭盗投稿 主要是投稿这对 群工 他选择带的是彻刀卧心 然后当风无当 八门和英城自首 双骑阵相生 我觉得这个组合也是非常的有意思 主要是下个赛季 奇门八阵啊 朱俊是有一个宝物叫负一角 能延长朱俊的为师必确的回合数量 变成一个慢速群工 我觉得这个群工就比较代表 慢速群工要怎么玩 到了下个版本啊 奇门八阵 大家可以进行一个参考 直接看实战交战列表啊 开局就是多川 一万五千战功 后面有五千多 咱们再往下看啊 还有一个多川一万多的啊 五千多的 然后 六千多 九千多啊 可以看到这个多川是比较多的 但是狭盗必须要说的是 他现在的屈服 打的敌人是比较白的 目前来说没有特别好特别多的硬仗啊 这边是一个算是硬仗 满红的张角 带的是三世藤甲兵啊 又敌刮骨 其实也不算是一个特别顶配的吧 但这确实硬仗 吃逆兵种啊 然后两万打三万 最后打的这么一个效果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后这边其他的队伍都是偏白的 表现都是非常的好啊 基本上打白板队伍都是秒啊 他这个屈服的环境 也是构成了他能多川的一个啊 效果 打一个甘太城 麒麟 然后一对嘟嘟啊 这个嘟嘟还算不错了 应该太平识别 多云瓜谷 赞臂 钢铁嘟嘟啊 这个嘟嘟也有实力 但是太白了啊 破不了群攻的防了 慢速队 英城五次乃了七千多啊 三次当风 撤刀加卧薪啊 这么一个伤害 如果下个赛季啊 他这个维尸必确 伤害会翻倍的啊 这完全支撑一个 慢速群攻的一个生存环境啊 然后看一下 这边又是一个多川一万五的啊 来看一下 打的都是什么队吧 无奇麒麟啊 无奇 关关 鼠盾 麒麟 两万打三万的这么一个麒麟 太平分营 八门瓜谷啊 八门对朱俊的压制还是比较强的 可以看出这个确实表现的非常好 直接看持战表现如何啊 一共四队啊 看一下能不能都穿掉啊 战平 第一队肉弓战平 哎呀 这就比较打脸拉胯了啊 当风兵武 然后五次瓜谷疗毒乃了一万多 兵武尝试乃了两千多 草船乃了六千 军民乃了一万五 不愧是肉弓啊 然后咱们看一下啊 重点看什么兄弟们 重点看这个军民和维尸必确 他是不是城普快过了拘兽啊 城普后发动了军民 那太可惜了啊 他这个军民是后发挥的 包括说陆逊的战壁 所以说这个维尸必确的伤害 还是全额打满的啊 并没有受到军民和战壁的影响 对面买了两万多啊兄弟们 这个真不能说怪他战平啊 这个肉弓买了两万多 呃 起码咱们战功也是吃的爽啊 看一下吃了多少战功 三千四百五 大家不要觉得说这个队伍现在缺伤害 如果到了下个剧本 齐门八阵 为师必确的伤害是会翻倍的 兄弟们 我现在是七千 到时候就是一万四一万五 一万五都得往上知道吧 所以说这队不是缺伤害啊 不是缺伤害 这个单纯的是因为对面太奶了 奶了两万多 奶了两万多 打平是很正常的 OK没问题啊 连战三场 看一下后面打的都是什么 七千多战功啊 首先说战功确实达到了 这个标准啊 然后后面是 这边对面的兵力不足就轻松拿下了 咱们只是掉了一千兵 第三队是什么 一个冤旗 哦 冤旗不吃空 这相当于是受到了一个克制啊 兄弟们 冤旗正常稳定发挥 裸一百旗啊 将行旗级 带的是周泰 可能是没有曹操 但是战法都是很好的 直接把咱们袁绍给爆掉了啊 好吧 这就是现在这队群攻的表现啊 不知道兄弟们感觉如何啊 大家如果到了奇门八阵 我觉得可以参考一下这队的构筑